欢喜迎接2020台湾花灯盛会 台中市民政局展现了台湾多元融合文化 在主展区的厚礼森林园区 规划了台湾灯会新著名灯区 欣喜同欢 邀请了国内多名艺术家 还有新著名艺术家 共同创作打造五大特色灯组 要将整个灯区化为婚礼的殿堂 呈现欢乐多元文化喜乐融合的气氛 轻快的节奏搭配整齐的舞蹈动作 让现场充满异国情调 陶氏即将喜迎2020台湾灯会 市府民政局展现台湾多元融合文化 在主题展区的森林园区 规划台湾灯会的新著名灯区 增加台湾灯会的特色 灯区的特色叫做新喜同欢 是用新著名的婚姻的 结婚的那种典礼 那个意象 我们来塑造我们的新著名的主灯 那当然还搭配各国的国花 就我们新著名几个国家 比较多的国家 我们来搭配他们的国花来展出灯 那当然刚刚也有讲 我们从12月1号到1月10号 我们会报名请 就是开放报名 让大家把自己手作的灯 有关于新著名的灯送过来 我们评许好的 我们也会放在会场上 以新喜同欢为主题 邀请国内多名艺术家 以及新著名艺术家共同创作 也来上民众贞见 除了可以获得奖状以及奖金之外 也会在灯区中展示 要将整个灯区化为婚礼的殿堂 呈现欢乐多元文化喜乐融合的气氛 在越南是中秋节点灯笼 在台湾是元宵节 所以我们就在元宵节点灯笼的很有特色 又里面又希望说我们嫁过来 每个人的幸福美满 就是用婚姻的造型这些 就是让大家不管是我们姐妹 或者是说先生 他们就会因为这个灯会 他们可能就是来到参加这个 另外配合12月1号的移民节 市府明正觉将举办 越南传统星星灯笼首作竞赛 邀请大家一起点亮台湾灯会的星空 欢迎全国民众一同来共享胜举